嗨,大家好,我是阿章 歡迎大家再一次收看我的教訓影片 讓我和你一起在 好,就這麼一回事 好,我們今天所要探討的打點的技巧呢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我們之後在打點裡面 也是在大概中期會學到的一種技巧 就是缺點打字 也就是我們在401的技巧裡面 我們打其中的哪三個點 或者是說哪一點都要打 而這一種打點的變化 那麼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就是 這種變化我們該如何去活用它 去使用它,讓它變得比較花俏 或者是當它使用在節奏上面的時候 可以變成什麼樣的運距 好,今天舉一個例子 就是例如說,我在第一拍的時候 我打的點是1,3,4 這樣大家沒問題齁 第二拍的時候我打1,2,3 第三拍的時候我打1,2,4 第四拍的時候我打1,2,3 那打起來應該是 就會像現在這個樣子 聽聽看 了解嗎? 再聽一次我打慢一點 OK 我們就用這個打點模式 來當做是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一個問題 我們該如何去把它變得比較花俏 或者是變得比較活用它這個技巧 其實很簡單 我們來想像一下 我們把這些打點換到我們一隻手去打 右手好了 右手來敲 它會變成怎麼樣子 一樣打在效果上面 聽聽看 好 可是 這樣子有什麼變化 等一下大家就知道 我們再把它進階再想一次 就是例如說 我們在第二拍 跟第四拍的時候的第一個點 我們不要把它換到左手來打 就例如說像這樣子 再做一次喔 好 到目前為止大家了解我在說什麼 那麼 剛剛我是都打在效果上面 現在 我把我的右手移動到我的嗨嗨上面 而我的腳 一樣 我們就用這個基礎節奏 腳在第一拍第三拍的時候有大鼓 手一樣在第二拍第四拍的時候有小鼓 OK 大家聽聽看 當它做結合之後 它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 剛剛 大家已經聽到一些不一樣的東西了 那麼 我一樣 用這個技巧把移動到我們Ride上面 它會變得怎麼樣子呢 聽聽看 OK 這就是用缺點打擊做一點的一些基礎上的變化 如果 如果你認為你自己的節奏 沒辦法做那麼 沒有那麼多的花招的話 不妨去想一想 我們所練過的缺點打擊的組合 把它變成移動到嗨嗨上的位置 這樣你的創意就會無限 謝謝大家又再一次和我在 在神戶奇蹟的故意中找到達點的技術 我是阿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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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